经济日报和智荣经济会共同主办的王道论坛 邀请了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正荣 观光教父严长寿以及许多中国大陆的企业精英 共同讨论如何迎接未来的亚洲世纪 严长寿认为目前台湾的观光产业 过度集中在经营陆客旅行团 他建议未来应该要加强深度旅游 同时拓宽国际化市场才能够平衡发展 中正纪念堂到处都是陆客 光是去年观光旅游业就占了全年GDP的4.4% 来台旅客就高达731万人 其中又以陆客占大宗 但是严长寿却认为观光产业应该平衡发展 开发多元国际市场 除了大陆以外的市场 其实它必须要平衡发展 上海的外国市场 可是上海的一大堆的国际市场 是那么样的丰富 到了冬天他们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 如果他们来到台湾 那比你到欧洲去推广他们 速度会更快 严长寿出席王道论坛 和专家学者分享企业经验 论坛特别请到中国企业精英王文盈 认为两岸经济发展具有互补性 合作前景相当乐观 台湾是中国的最好的一个伙伴 那么台湾也很清楚地明白 那个大陆是台湾最大的市场 台湾不应该放弃中国这个市场 因为中国经济的未来的增长 还有30年的黄金期 严长寿形容台湾还是用后照镜看未来 如果只是经营现有市场 很容易被取代 如何动足先机扩大市场 才是政府与企业的首要目标 UDNTV前天群陈岳威台北报道